哔哩哔哩 最精彩的故事 每天都是一些 没有想象力的玩意儿 无聊透了 人间不迟德呀 Bug 矛盾 伏笔遗忘 人设崩塌 你们就应该和那些 没有逻辑的故事 下场一样 好笑 不好哭 你真是个尺度的木头人 一时间 无聊的恐怖阴影 笼罩着故事大陆 人人都渴望故事王 可以重临天下 拯救苍生 于是 卧底在魔王阵营的二无崽们 决定以魔王的名义 重新召开故事王大赛的选拔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能把这里的 好故事一网打尽了 同意 就这么办吧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找到魔王的落点 集结最强的故事王 一起拯救故事大陆 散落民间隐姓埋名的英雄们 再度集结 故事王2 拉开回眸 把这些 给你一个带回复 那个你也敢发啊 哪个呀 那个你还点赞 哪个呀 那个你都敢烦 到底是哪个呀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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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刻相当那个 即刻 欢迎来到第二季故事王的 比赛现场 我是这次大赛的召集人宋青 召开本次大赛的目的 想必各位已经非常清楚了 那么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 比赛当中能够全力以赴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三位评委老师 好 大家好 我是李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变成了这个节目的大魔王 好 荒诞大魔王 故事王这个海选阶段 荒诞的比较容易占便宜 你如果敢在这个阶段讲一些 也不好笑也不转折 就特别奇怪的故事的话 我也会给高分 大家好 我是那个画漫画的使徒子 然后我的人设是逻辑魔王 我会比较看重故事的逻辑 除了逻辑之外 我可能还需要看到更多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包袱斗特别好 那我就会给他一个比较高的分数 大家好 我是S&H4T的冯兴朵 我非常注重的是这个大家的表现力 因为我生活中笑点特别高 所以说什么样的事情能把我逗笑呢 我也不知道 我是特别喜欢李诞老师的 这段就非常厉害 李诞 我爱你 王兴岛老师很漂亮 就要关注使徒子老师 使徒子老师 就希望他们到时候嘴下留情 我们三个呢就去门的那边等你们 拜拜 一会儿见 接下来我们将宣布挑战规则 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故事王2的现场 本制作人终于找到了一个钱 我们就可以做故事王2了 耶 好 大家这次假如想成为故事王的呢 大家要突破海选阶段 我们屏幕上面会有50道题 至于这个题是什么呢 第一部分是看图说话 我们会给大家五个表情包 需要大家用自己的逻辑和脑洞 编一段属于自己的小故事 第二部分就是看图 这是填空题 大家发挥自己的抢上力 把这个头和尾串起来吧 给分排名前40的同学 才能晋级下一轮 我这次会在后台和我们的特别嘉宾 花小贝同学 大家好 我是用了就会有好事发生的花小贝 以及我们的小姐姐们 在后台给大家加油打气 加油 别淘汰 故事王二 加油 本节目由 不管有兴趣没兴趣 都会有兴趣的极客APP 独家冠名播出 照你刚刚好 续航没烦恼 感谢故事王二指定用车 威马汽车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本节目由 用了就有好事发生的花贝特约播出 感谢华纳兄弟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1月16日 电影神奇动物格林得我之罪震撼上映 我们电影院见 好的 基本规则 汉克已经介绍清楚了 接下来我来补充几点 请选手看大屏幕上的立体 我们所有50组题 都会以这种方式呈现 在屏幕的右边 有一个2分钟的倒计时器 当选手打起时 倒计时器会暂停 当无人作答时 2分钟时间将持续倒扣 2分钟结束 题目消失 而且本题将不再出现 请注意 每位选手只有一次 进导师房间作答的机会 3位评委老师 会根据每位选手的表现打分 只有40强的选手 才能够进入到下一轮 如果出现同分的情况 先答题的选手 将会排名靠前 接下来我宣布 故事王第二季比赛正式开始 请看第一题 倒计时开始 有点难了 我觉得对于第一个人 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前面出来的人 他可能会面临的后面 一步步被往下挤 然后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但是我想把精彩的 好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选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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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瑜也是那个大学生嘛 然后现在也是演员说 脱口秀 他表演反正挺好笑的 特别有意思 演员 我叫贤瑜 叶瑜的话是一个单口气演员 不好意思 所以我感觉我写的故事 相比他们可能逻辑性会强一点 这是我觉得我进去的优势 我觉得应该还是没问题 我以为要带我出去 好 那正是开始讲故事 小老鼠 偷完吃的回到家 他的妈妈拿出来一串药丸 走到他身边说 小鼠 这是咱们家家传的药丸 传到你这一代呢 已经快到保质期了 所以今天妈妈就把它传给你 传说吃一个药丸 就可以实现一个愿望 你不要浪费了 小鼠就拿着药丸 说那我觉得当人比当老鼠好 我变成人吧 结果他吃下药丸 变成了一个雪人 他就想 我这是施法不够精准 我再许一次吧 他就又拿起了一个药丸 然后又吃了下去 他说那这次 我就变成我经常去偷吃家的 那个小女主人 我感觉他有爱他的爸爸妈妈 他有一个可爱的弟弟 他们家一定很幸福 然后他一下 真的变成了那个小女孩 他幸福的生活了一段时间 但是他夜里怎么会做噩梦 梦到自己还是一只小老鼠 在下水道里担惊秀兽怕 后来有一天他突然明白了 他应该不是变成了小女孩 而是和小女孩交换了身体 也就是说那个小女孩 正在那个老鼠的身体里担惊兽怕 他觉得他不应该这个样子 他又拿起了最后一颗药丸 说那就把一切都变回去吧 他吃下了药丸 然后他发现自己真的变成了小老鼠 然后他的妈妈拿着一串药丸走过来说 小鼠啊 这是咱们家家传的药丸 哇 串起来了 一开始我觉得他是个噱头 然后他说出来他那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人有东西 因为他铺垫的特别好 有点厉害 填空蹄 小高醒来变成了一只甲虫 小高随遇而安 就在甲虫的世界里找了一个女朋友 有一天他相约 和女朋友下班一起去推粪球 结果下班晚就迟到了 不过女朋友没有责怪他 然后小高回到家啊 就感觉特别后怕 他说还好这帮甲虫啊 没什么时间观念 想当年啊 我被变成甲虫 就是因为和科学家女朋友约会 迟到了半个小时 还挺有意思的 这个有点厉害 有点厉害 好不错 好有请三位评委老师打分 比如说本来想给你七分的话 但我觉得敢第一个出来奖的话 要平地加两分对不对 敢勇敢的第一个奖的人对不对 所以我给你六分 因为本来是四分 没有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故事的很完整 然后人物的动机也很充分 最后又回到了这个开始的地方 然后会不会有loop 第二次他会怎么选择呢 难道这个故事再进行一遍 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是 怎么说 还是比较有转折的吧 比较有起伏的一个故事 然后还蛮打动我的 但是后面这个甲虫 我觉得 有点简单吧 甲虫那个简单 我会给一个比较高的粉 好 休息吧 好 最大的 589 哇 这也太高了吧 好 冯敬德老师好严格啊 挺开心的 就是 感觉自己之前的想法 应该是得到了验证 我觉得 我之前就在想 要么就第一个答 要么就再往后一些答 第一个人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嘛 然后他过来讲了一个 还蛮引人深思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 还蛮平淡的 第一个进去还挺好 好 我们倒计时继续 这道题好像 只有一位同学选择 前面打得太厉害了 有点 对 甲虫 就觉得他打得太好了 所以没有办法了 他得赶比之前一个人厉害才行 沈青 我觉得你可以的 你要有细心 好吧 来 好 62号 沈青 我看过他的线下演出 是一个特别出色的喜剧人 各位听委老师好 沈青给大家介绍一下 奇葩说淘汰成熟 参加过很多节目的海选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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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还自我介绍吗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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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我开始了吧 你快 早就应该开始了 是吧 对 这个表情方法就是 就是自从国家号召了这个二胎政策之后 然后小明夫妻呢 就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嘛 然后就在一个鼠年的冬天 生了一个二胎宝宝 你这么快吗 这个 肃不敏捷嘛 然后隔壁 隔壁卖糖葫芦的那个张大妈 听到之后又特别高兴 就跟那个小明夫妻说 哎呀 你们这个生二胎就对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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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热了 然后就送给他们一串糖葫芦 就是说给孩子磨牙去吧 太热了 还行吧 也没那么烂 好 小高醒来变成一只甲虫 然后他就很着急 因为他马上就要上学了 但是半个小时之后 他又变回去了 于是他迟到了半个小时 好 好 第二个其实还挺有逻辑的 第二个很好 就是有点太直接了 简单粗暴 但我觉得第二个比 刚刚那个哥们儿强 有请三位评委打分 我这个分给的跟那个 刚刚那哥们儿是一样的 但因为你不是第一个 没有那个勇气加成 以我个人的视角来看的话 我觉得好像打分打得还挺 挺让人琢磨不透的 这次打得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分数有点 稍微有点低 我觉得分数有点低 我也觉得 这给的摸不清 完蛋 他们对于脱口线演员 这种录像他们不太喜欢 我超喜欢你这两个答案的 真的吗 对 真的挺好的 那你们说说评我 你们有发言权吗 我没有发言权 我们直到这里看的 我真的觉得这个分数有点吧 不太合逻辑 我会去看你风口举演出的 谢谢 记得买票 好 拜拜 倒计时 开始 还有没有选手想要挑战这一题的 还有没有选手想要挑战这一题的 最后十秒 没有人选不知道 好 此题过 请看下一题 倒计时 开始 好 此题过 请看下一题 倒计时 开始 倒计时 开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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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点难 这两个 这两个 还没有选手抢答 这两个 表情包 表情包 还有点难 这表情包 有点难 完全没准备这个 我觉得第二道题 反正好串 但是很难讲好 三 二 一 好 本题过 请看下一题 倒计时 开始 快点 快点 我等三十秒再起 四十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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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红跟小明在聊天 小明就说 你知道吗 我昨天买了一瓶饮料 上面说揭开瓶盖 就有惊喜大力 结果我中了一张 twins演唱会的门票 小红特别羡慕 他说 哇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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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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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一空 一个词 两个梗 识语一梗是要扣钱的 这又不是公司 哈哈 出来也不能讲 hä到 太过分了 这个舔空体 陶太郎去打妖怪 一时半火是回不来了 不是吧 那算了不等他了 我们继续唱K吧 把他点的那些歌 全部切到就好了 那现在下一首 变成了泡沫 我觉得好 这个人有点东西啊 这个方式很独特 虽然前面那个鲜音梗 我真的一分都不想给 一分都不想给 又打五分 很严格 根据我们的规则 排名靠前的选手 会坐在相应的座位序号上 也就是说排名第二位的CY 就要坐在二号位 那么沈青要从原来的二号位 移到三号位 反正坐不久 慢慢往后挪 请看下一题 再想想 再想想 好 有两位同时抢答 我们要通过回放来看一下 他们俩谁快 新参快一点 29号拳手 好 徐苍老三加油 加油 B站的 对 第一个B站的 我们可以 我是来自Bilibili的新人UP组 乔生徐苍 我的脑洞还是蛮大的吧 因为毕竟相较于其他的选手而言 我经历过的事情还是比较曲折的 好生俊俏 开番 我跟你讲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里梦间 我火了你知道吗 我的天呀 就 就那粉丝长的就 特别特别多 就哇 那粉丝多的 我十个分 我数都数不过来 有男粉 有女粉 女粉 还比男粉多的 就那种感觉 你能体会到吗 我就觉得你体会不到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 我就憋不住的 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就特别想笑 我就憋不住笑 笑笑我把自己笑醒了 醒了之后 我赶紧把家里的墨镜翻出来 戴上我讨头继续睡 我生怕在梦里被别人认识 可以 还是有梗梗 他没有转着 逻辑是顺着 牛顿坐在苹果树下 夕阳划过了他的肋脚 他抬头望去树上 一个苹果都没有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好冷 只要你讲得有点快 很平静 但是属于简单粗暴的那种 对 太平静了 我觉得他分数不会很高 冯兴总为什么会给七分 不让 这个我觉得有点虚高 不说话 我觉得打高 来 我们倒计时继续 紫薇很有信心 他人是 三十分大魔王紫薇来了 我的故事是这样的 就从前 有一个砖头边笑容的魔王 和一个从小就失明的小女孩 虽然这个小女孩她失明了 但是她每天都过得很开朗 这个魔王就想使坏 他想偷走这个小女孩的笑容 有一天夜里 魔王就趁机在她爸妈的房间 放了一把火 小女孩就惊醒了 就奋不顾身了 就是想去救她爸妈 但是因为她失明了 她看不见 她只能靠双手去摸索 小女孩她手被烧焦了 就疼得眼泪也掉了下来 就在眼泪碰到火焰的那一瞬间 火焰神奇般地消失了 小女孩的父母都很平安 莫莫看到 她觉得她输了 吃了 脱胸了 牛顿坐在苹果树下 外游引力 他知道 自己的身份快瞒不住了 紧张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第二个不错 第二个不错 这个怎么样打动你吗 你吃不吃这套吗 就温情 我吃的 那我们打分吧 我觉得他比前面那个好 对 我觉得他应该双高分 他应该分很高 吃这套给了个五分 前面给的太高 对对对对 他后面就会谨慎 那他前面给那么高 那对后面不是更不公平 那没办法 他第一个就是他方差大吗 方差大 你好有文化 方差是什么 就是第一个可能很好 可能很差 倒计时继续 感觉品尾的喜好捉摸不定 越往后越低感情 感觉品尾的喜好 好 来 不是品尾老师好 你好 我叫颜月 是独生子女 那我现在开始讲 之前有一档竞赛节目非常火 参赛的选手是 王家卫和张正月 这档节目的名字叫做 中国有紫外线 这档节目的内容是 这俩人一天到晚在那里 一根一根地挑选和验证 中国是否有紫外线 然后他们俩整天就这样 这根是紫外线吗 不像 这 这 这个呢 我说你带莫 一看不清楚你就拿下来 那你为什么不拿下来呢 十年后 张正月因为对自己太严格 选择了棄赛 王家卫因为紫外线烧伤 而祝愿 没有人笑到最后 什么鬼 那人家有抗议 牛顿坐在苹果树下 华盛顿前来砍树 历史的舞台只有一个 教科书不知道说什么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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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砍的不是樱桃树吗 这样的第一个能打中你吗 中国有主要算这样的好节目 你不喜欢看吗 这个要不你是参加一下 第一个就是 她在故事创作类型上 是一个完全 就是她的前提是一个 特别无厘头的一个前提 对 但其实她后面发展的这些 倒是还是基于这个 来发展出来的 设定还是严格的 设定还算比较合理 对 她跳的 老师好捆场 我觉得这个面子会高分 我的主要评分标准是逻辑 就是说你只要逻辑通顺 我就给你六分 很难去选 稍微高一点 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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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倒计时继续 上 兄弟 代表我们比例比例 GEM 你 你是第一个 你觉得你会说得比他好的话 你比刚才的强 上 兄弟 你要不然思考一下 你在这 而且如果梗不一样的话 其实还好 我的是特别短 特别短的那种 其实这种男的 如果能编好了 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歌 张川 往会 张川 大家好 我是 等一下 我是来自 directional jme的花绍本 然后我很有钱 希望台上的女嘉宾 可以给我留个灯 谢谢 我就开始讲了 就是有一天 小明问大明 爸爸爸爸如果戴上墨镜 看不见火的颜色 会不会被火烧伤呢 然后大明说 你傻呀 当然会被火烧伤了 然后小明说 但是我不信爸爸 然后爸爸为了证明给小明看 他就把手伸向了火 叶吧 大明躺在病床上 看着自己烧伤的手 没忍住笑出了声 然后第二道题是 牛顿坐在苹果树下 一颗苹果砸到了牛顿的头 牛顿拿着那个苹果 在思考着 突然间果园的主员出现了 说牛顿偷苹果 牛顿嘴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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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很讽刺 这个当下社会的一些现象 对 他自己用嘴讲故事 讲出个蒙太奇的效果 还挺厉害的 这分应该挺高的 我感觉 我觉得要给他让座了 我觉得要给他让座了 非常老大 我去一家盲人按摩馆 按摩 然后就说 哎呀不好意思 我这个手有点凉 我先去烤烤火 哇 太尴尬了 牛顿他妈 这个时候正在拿着汤勺在那做饭呢 就拿这个汤勺去砸牛顿的倒在 这个等待我的不是苹果啊 而是一个汤勺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是急诈我 拿汤勺打上去应该是牛顿第二地区 到了毕业的这一天呢 阿强抱拳示意 告辞 我们江湖再见 他们是五孝吗 为什么分别的时候要这样子 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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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是相当不满意了 同一个公司里 但竟然只给我打三分 其他人有一些虚高 然后我就是有一些过分的低浪 就是我对我们公司的人打分都很严 我觉得他们理应更强 倒计时继续 我是郭庄基地的中史粉丝 之前在互动区 有作为一个观众的上班区有为参加的 尤其喜欢沈宗志老师 我是他的中史粉丝 22号选手 我的正常工作是一名短视频的运营工作者 我业余特别喜欢写小说 我的目标排位达在39 40吧 第一轮盟晋级就可以了 我是于邝 之前呢 是在蜜蜂少女队的成员之一 然后现在是一名全职的脱口就业人 什么少女队 蜜蜂少女队 好 假装听过 好 又是一年正月 小红跑到村头王师傅那去剪头发 结果剪着剪着呢 被小红的舅舅看见了 小红的舅舅当时愣住了 说了一句 告诉 告诉 然后就 他就当场去世了 告诉了 当场去世 阿珍爱上了阿强 他想在生日这天 送阿强一个特别浪漫的礼物 他想把阿强的名字写在天上 于是他就去学习了驾驶那种喷 采烟的飞机 然后他就发现 驾驶飞机比谈恋爱刺激多了 我的故事特别简短 包括第一题和第二题 好的 没事 下午差时间去够了个物 非常难过 买了这个泳帽 吊色 小明学会了新的刀法 朝自己的胃划了一刀 突然胃口大开 舅舅当场去世那儿真的非常精彩 但是结尾好像没有 袁徽来 就跟舅舅没关系了 中段不错 后面收的有点 就是咄嗦吧 其实直接讲 直接结束就行了 梗还是很不错 给人一个特别意想不到的一个用法 短的也可以很巧妙 请看下一题 50号选手 美女主角 终于有小姐姐看了 你好 三位评委老师好 我是B站的一名唱歌的UP主 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成为一名歌手 我以为是去好声音走错片场了 那今天给我们大概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赛南河盘 昨晚的咖啡 我收一杯 品尝你的美 留下春莹的嘴 好 快讲故事吧 快 这真是梦想 你知道吧 小明的爷爷呢 今天已经93岁了 他平时的爱好呢 就是 烫头 水头 他怎么烫头 哈哈哈哈 那我也能烫一个呀 我已经画出来了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吧 对对对 史杜斯老师画得很棒 好 倒计时继续 这个我没有看清 我们要慢动作回放一下 59号选手 59号 比利比利干杯 各位老师好 我是比利比利游戏区的UP主信徒 信徒子 阿强 阿强 留了一粒米粒 在自己的嘴边 然后呢 阿强 把他弹飞了 弹到了 临坐的一桌客人身上 脸上 他冲上去 撅起人 把那粒米 作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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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个好像没扣提 他那个老头 韩翠为了答题 扭的稍微有一点扭啊 对 有点硬扣 这个都比我高 我觉得我自杀好了 我的故事就这么烂 我的故事真的这么烂啊 我好难过 真的垫底啊 我好难过 现在心情还挺轻松愉快的 对这件事看得很淡很淡了 接下来继续 OK 来 他也是做透口热的 赵友诚 又有帅又有才华 平时私下里和友诚也比较熟 他的脑洞会比正常人都大很多 当然我就认识了赵友诚 他当时就过来讲透口序网什么的 印象中他还是一个大学生 就是一个爱好者 根本不是一个从业者 我本来来参赛的目的 是成为一个故事王 然后我看了一下 这些参赛的UP组的妹子们都好漂亮 现在我特别想成为故事王的男人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友诚 然后我现在 华东地区做一些脱口秀新人的培训工作 然后完全免费的 你都能培训新人了 对 因为他们实在好的演员都去表演了 那 我也行 我对我们这个孩也绝望了 天哪 徐建国从地里挖出了一个萝卜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萝卜竟然慢慢幻化成了一个 红杜兜光屁股的小男孩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娃娃竟然还在长大 就长成了一个老爷爷 太丑了 挖眼镜了 然后他说 那既然你作为妖怪 你有没有什么法术 我说你有法术 我可以留着你 然后罗伯爷爷 邪魅一笑 我当然有法术 对不对 只要挖出我的人 你亲我一口 就能变出一个饭团 但是你敢下嘴吗 建国犹豫了一下 没问题 OK 然后于是建国利用这个法术 每天能生产八万六千四百个饭团 一天只有八万六千四百秒 就是每秒都钱 他们开一家宽菜店 从此一时有生活乐无边 好 这个很没天才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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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完成句子 徐坚博从地里挖出了一个萝卜 这个时候 这个萝卜竟然画化成了一个 穿着肚兜的小女孩形象 就这次赚到了 这次一定没问题了 对不对 但小女孩继续长大 继续长大 长成了一个老奶奶 老奶奶上来打了 见过一下是吧 四小三把老头子还给我 你俩是不是背着我用法术了 他见过一下明白了 这个奶奶是萝卜爷爷的妻子 然后这时候见过赶紧解释 哎呀奶奶先把衣服穿上 然后把衣服穿上 这个我跟萝卜爷爷只是单纯的金钱关系 没有任何的私人感情 我们现在在一个团队里创业 要不你去考察一下 萝卜奶奶然后穿着建国的衣服 然后回到家里考察一下这个团队 看这个项目确实不错 然后他们三个提高了生产力 然后萝卜奶奶也继续入股 然后他们这个企业扩大了生产 然后继续生活六五边 哦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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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两个用成不快是导师 我跟你讲 他是真的强 答题的方式特别新颖 故事讲得也很有逻辑 老欧鸡 所谓的焦脱口秀的 一开始我觉得他是个噱头 然后他敷电得特别好 我遇到后面爆点越多 我觉得他很有潜力 最后可能夺冠吧 我刚刚说错了 你是可以培训新人的 很棒很棒 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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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厉害了 酷 这可以给个高分 我觉得打底八八八 能不能翻个十分 好 谢谢各位老师 好 谢谢各位老师 有些细节气思恐极 这个技术入股到底怎么入的 我只是因为是一个公司的要避嫌 少给两分 其实我也是想给你满分的 很好 酷 实在是太精致了 太精致了 这个大佬厉害 我要向他学习 我想他都有什么途径 你也就想想了 他不会收你的 在搞笑这一块 幽默这一块 是一个重复梗的 很高级的形式 这个在脱口秀里面 叫callback 对 因为我作为一个培训老师 二十八分 现在为止最高的分数 看好你 谢谢大家 兄弟 加油 还是有一些紧张 尤其是当丹总看到我DG的时候 你现在都能培训新人的时候 但最后还是肯定了我 我觉得我的工作 可能还要更努力一些 我要算你的课 好 我们倒计时继续 这个打了以后 后面的可能再选这个 很难了 这个比较难了 这个很厉害 这个比较难了 好 本题过 请看下一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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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跟俩还可以讲到男友去 表现很贱 老师们好 我是72号男嘉宾 然后我是一个男大学生 还是赵友诚的徒弟 你是赵友诚的徒弟 不是 你吓死我了 朵朵你觉得展豪这样算帅吗 再给我瞅眼 这已经是讲脱口秀代员给长得最帅的了 真假的帅 老帅的 真的 我开始了 可以 从前呢 有一位交警 他的名字呢 叫王守法 他的这个执法风格 特别地严格 只要有人犯法 他不管是谁呢 他同样就给他惩罚 甚至有一天呢 一个外星飞碟 不小心闯了红灯 他还要给他贴条 就对对那些外星飞碟说 你给我下来 人子飘了 下来 给你贴条 那个外星人他很纳闷 他说我是外星人 我不受你们地球的控制啊 我不下来 而王守法很生气 拿钩子给他勾了下来 就给他勾了下来 然后呢 这个王守法就纳闷了 那既然你是外星人 我这个地球的法律啊 我控制不了你 但是为了法律的尊严 这个王守法 给了外星人一个脑瓜奔 我的故事讲完了 还少一个 还少一个 脑瓜奔 应该是这个样子 奔 要比对一下 这个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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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妙 还能这么玩 这个好 城里人真会玩 然后下一道题 小乌鸦口渴了 说 我的口好渴啊 然后睡美人就醒了 这直球 这是特别直的直球 这个不错 谢谢哥 谢谢哥 25了 连续出了第一第二是吗 厉害厉害 我这个分是WINK的时候扣的 扣了一分是吗 感谢我们之前选手精彩的发挥 到了这个时候 已经四分之一的选手完成了比赛 但是我相信还有很多更精彩的故事没有展现 所以接下来希望大家能够调动起自己百分之百二的精神 能够给大家奉上好的故事 我承认 我承认 你听了谣言 Linda Wall wants to rule the wizarding world Oh Merlin Hello I cannot move against Crindleton It has to be you Have you got anything in your case that might help Give me this 孩子通过喝水可以收集奇特可爱的小生物 更可以解锁有趣的咕噜噜星系冒险故事 而科普和情商元素的巧妙融合 让孩子在获得健康的同时 还能收获更多的知识与好品格 感谢意外家庭喜爱的智能电视应用电视帽的大力支持 要一下看世界 感谢连映平台TV视频的大力支持 优酷VIP会员想不到这么故意 OK 接下来有请为丢人的一名选择 哇 这里全是一样的 巴拉巴拉能量 我可以改变世界 我可以改变世界 还有绿色的墙墙打开 一个狗东西 打了一个鸟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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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改变世界 自己的姿势 对我说健身有用的 这个最后一个位置 哎 这一个了 感觉好多大手还没有出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